世界注定要变了 全世界都未曾预料 2020年以这样两件大事作为落幕仪式 一件事2020年平安夜 英国前后三任首相连续四年积极张罗的脱欧终于成功 万年搅屎关英国这回终于办了一件人事 可算是脱欧了 另一件对全球的意义更为重大 12月30号晚中欧五位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 大家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 称其为年度重磅新闻 这两件事连起来看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 前脚刚退出欧洲 新兴经济体中国后脚就踏入进来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联手 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相信 12月30号当天 特安普政府副国安顾问波廷杰就表示 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夕 达成一项新的投资协定 美国两党和政府领导人都对此感到困惑与震惊 第二反应是酸 美国务卿蓬佩奥阴阳怪气的说 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脆弱协议 它不能保护欧洲工人免受中国的掠夺 如果是看最后的敲定时间 确实显得有点仓促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先后历时七年 谈了35轮 本来特别费劲 但最后一轮谈了短短6天就搞定了 中欧投资协定究竟谈了什么 中国和欧盟究竟谁会吃亏 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具体细则 因为只是谈判完成 落实到具体条文还需要时间 目前国内还没有公布 不过我们在欧洲那边网站 找来了一份他们官方发布的版本 不看不知道 这条协定的内容确实还蛮震惊的 简单点来说 这应该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谈判完成的最有力最开放的一条协议 我们将对欧盟全面开放 包括金融 电信 新能源汽车 计算机 生物技术 医疗 房地产 建筑 海运 航空运输业 广告 部分云计算等行业 不仅如此 为了表达诚意 还会透明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助 也就是让欧盟放心 这里公平竞争 不搞暗箱操作 同样的 我们的资本到欧盟投资也更方便了 像吉利通过收购沃尔沃 完成技术跃升这种骚操作 接下来会更频繁的出现 我们高端制造业的路 会越走越顺 给人的感觉是 之前金融电信这些行业 一直像是我们小心护着的孩子 创造各种环境 让他们发育 现在长大成人了 就果断推出来 主动邀请外面人进来碰一碰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开放时 看到这里肯定会唏嘘 要知道即使是放在20年前 这也是人们所不敢想象的 霸王别姬里 小赖子看台上的精细粉末精彩 听着台下的阵阵叫喊声 哭着喊道 他们是怎么成的角儿 得挨多少打呀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 外界能看到的 也只是光鲜亮丽 至于挨了多少打 吃了多少闷棍 冷暖自知 巨浪三叠 关山南越 如果你不知道开放路上 我们跨过怎样的三段历史进程 就不会知道 今天全面开放的底气来自哪里 也不会明白 这场谈判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8年央视春晚上 有一个经典小品 叫王爷与邮差 王爷诸实茂奉慈禧之命 带邮差陈佩思 参加洋人举行的望国运动会 邮差原是陪衬 结果却一举夺魁 反而赢得洋人掌声 故事本身是讽刺婉青 对洋人的卑躬屈膝 在很多人看来 这样的现象在当时仍然存在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优待 互联网上有几个老港 一个是2012年 武汉市警方用不到三天的时间 找回一名日本游客丢失的自行车 还有云南警方连续排查数百辆车 为一名外国游客找回录音笔 宁波警方翻了五吨垃圾 找到俄罗斯人丢了的护照 几乎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舆论上都是一片马生 而执法部门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 1986年10月 国务院公布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为了鼓励外企来中国投资 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加强版 机遇外商超国民待遇 这么低姿态原因很简单 当时我们太穷了 特别希望人家能来办场 带着我们一块发展 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点 1978年11月 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 身穿一身黑色中山装 盯着笨重的大箱子 来到德国沃尔夫斯堡市 一个大型工厂门口 头发花白的他 通过翻译非常客气的 对门口保安说 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 想跟你们长的领导聊一聊 保安一听当时就懵了 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可能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堂堂一个国家的部长 来到工厂门口 却是他来接待 这家工厂就是德国大众 后来在中国合资经营发展史上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除大众之外 其实我们还先后找过福特 日产雷诺等世界知名汽车公司 来中国参观 但对方得出了统一结论是 中国汽车工业 还属于原始社会阶段 日本丰田代表 到上海汽车厂时 听着师傅们 震耳欲聋的榔头敲击声 傲慢地告诉中国人 这是我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这样落后的工业条件 谈判难度可想而知 即使大众同意来中国办厂后 还就相关细则 谈的足足六年时间才落实 1987年 第一家肯德基餐厅 在北京前门开业 当天北京市主要领导 几乎都来帮忙撑场子 招警察现场为之秩序 成为了当日 外电报道的重要新闻 排面十足 1998年 一家在上海徐会 开了中国第一家门店 当天以武士乐队做开场仪式 瑞典大使亲自来捡彩 而且捡的不是彩蛋 是一块印有瑞典国籍的牌子 咱这么求着人家 洋人的脾气自然也很大 动不动不开心就威胁撤资 停止于我们的配件 能怎么办呢 自然是客客气机 请人家多担待 让子弹菲利汤师爷说的好 想挣钱跪着 一方面 咱们确实需要外资进来 帮忙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 也不敢也不会傻的 完全把市场让出去 尤其像汽车这种产业 提出合资经营 本质上是想用市场换技术 最终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 1985年冬天 德国工程师们 入驻上海汽车制造厂 我们提出了口号 用七年时间 实现90%零部件国产化 当然了 当时其实谁心里都没有底 这个过程将很难 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 总设计师说过 坚持发展100年不动摇 想要挣更多钱 让更多外资进来 加入WTO 自然而然就被提倡议程 1986年 冷战的历史大背景下 中国与美国 正处于十年蜜月期 那时连黑鹰直升机 都往中国卖呢 关系特别好 我们趁机提出 想要复官 1988年 外交部讨论复官工作 李兰青 沈觉仁等几位领导 都对谈判的进展 表示乐观 当时会议气氛热烈 大家谈笑风声 但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一谈 就是15个春秋 中国先后换了四任团长 美国换过五位首席谈判代表 欧盟换了四位 朱镕基总理 曾发出感慨 我们已经谈了15年 从黑发人 谈成了白发人 跟预想的一样 大众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出息 遇到了非常大困难 计划7年实现90%国产 结果干了两年 一看才2% 从中央到地方 领导们心里急坏了 当时的总书记 亲自向德国总理告状 说德国大众 有意拖延 桑塔纳教师的国产化 可事实上 我们当时的配件确实拉垮 桑塔纳生产线 刚搬进来的时候 厂房里的中国工人 还正用榔头 瞧上海排汽车呢 工人们很快就会发现 不管自己敲得多认真 都敲不出大众满意的零件 这就像是两个时代的差距 以方向盘为例 过去中国的汽车 只有6个指标 而桑塔纳 却有106个测试指标 为了挤进大众的供应链 当时有不少企业 是贷款买设备 借钱买材料 一次次尝试 却屡次因不达标被拒 有的厂长气不过 跑到上海 和大众质量不吵架 脑出些类似 在中国听德国人的标准生产 就是不爱国的笑话 但抱怨是没有用的 想要杀入大众生产链 只能老老实实 回去提升质量 倒逼着你 进行自我迭代 进化 到1991年 桑塔纳年产量 突破10万辆 1993年 突破20万辆 1998年 累计完成100万辆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钱了 管理学大师 彼得·德鲁克 把汽车工业称为 Industry of Industries 工业中的工业 之所以给予它 这样高的地位 是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工业 能像汽车产业一样 横向与钢铁 冶金 橡胶 石化 塑料 玻璃 机械 电子 纺织 等多个产业密切关联 纵向延伸到商业 维修服务业 保险业 运输业 环保业 和公路建筑业等 一家汽车厂的进驻 意味着它身后 几百个零部件公司 能跟着吃肉 我们吃下了70%的供应链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2002年12月11号 经过15年漫长谈判 直到最后一天 都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终于加入了WTO 吃苦耐较的中国人 几乎吃下了制造业全链条 从此 大江南北的厂房里 夜以继日的机器轰鸣 三班岛的工人 一件接一件 把产品放在 永不停歇的传送带上 在经由远洋货轮 摆上欧美的货架 标上一个 Made in China的标志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轰鸣的机器声 也改变了这片土地上 人民的生活 2002年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 造访人民大会堂 他在那场公开演讲中说 30年前 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街上看不到小汽车 今天 行驶在长安街上 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 我看到了中国 30年的巨变 我们靠着吃苦耐劳 赚到第一笔钱 这时候 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市场换技术 市场是出去了 也跟着吃肉了 可技术呢 事实上 直到今天 传统汽车发动机 和变速箱的关键技术 我们也没换到 而且在这过程中 屡遭嘲弄 1983年 我们曾轻信美国 合资成立了 北京吉普公司 希望能引进 美国技术 与北京汽车的经典产品 BJ212 做嫁接改进 联合开发新车型 逐步取代老产品 从而实现技术自主 结果美国人 签完后 就开始喘赖 全盘否定了BJ212 还把切诺基 以零件形式 进口到中国 让我们彻底 变成了组装代工厂 飞机行业更惨 在运势自主研发 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了 合资经营 停掉自主前进的脚步 等到重新起步时 出现了令人哀叹的现象 大部分的研究设计人员 要么是50多岁 60多岁 头发斑白的老人 要么就是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40岁左右研发骨干 几乎是空白 空窗期十年 整整一代人 没有培养起来 与此同时 我们回过头来发现 那些没有被刻意保护的行业 反而在跟外资竞争中 不落下风 以通信行业为例 仅仅四年时间 中国企业就与国际巨头 摩托罗拉 诺基亚平分秋色 八年时间 把摩托罗拉 诺基亚打得满地爪牙 赶出中国市场 十二年时间 中国建立了 全球最强大 最全面的 通讯行业供应链体系 而合资中 却出现了一批 像华晨这样的 地主家傻儿子 因为靠在宝马身上 躺着赚钱 后期干脆躺平了 也不想发展技术了 很显然 合资经营的发展方式 需要进化了 2007年 美国最大危机爆发 国力大损 坐观老大位置的 美国政客转头一看 中国不仅不受影响 还正直线上升 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的骚操作 美国人后悔了 表示当初 不该同意中国 加入WTO 可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 咋办呢 2008年 奥巴马主导 发起TPP 目的就是想把WTO 变成一纸空文 拉一个新群做生意 把中国踢出去 说实话 我们那会儿 一时翅膀还没有现在硬 另一个是 还想闷声 再多发展几年 于是逮着机会 就表达 想加入TPP的意愿 一直到2012年 在美国三番五次阻挠下 加入TPP 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而且那一年 错以待毙不是我们的风格 眼看这条路走不通 2012年8月底 在第44届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及相关会议上 开启了RCEP协议谈判 同年2月 在中欧峰会上 提出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倡议 于2013年11月 敲定首轮谈判时间 这两条协议提出 除了是摆脱美国孤立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要主动告别 开放的1.0时代 拥抱变化 开启开放2.0时代 站在当时 应该没有多少人 直开始鼓吹中国亡国论 那一年距离特朗普 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还有整整5年 中美两国的命运 也各自留下了伏笔 2007年3月 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 新税法中 并未单独列出外企条款 而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统一为25% 规定自2008年1月1号起实行 这意味着 在中国存在30多年的 超国民待遇就此取消了 反思发展路上 合资经营的德语师 我们的打法明显进化了 既然传统汽车行业 已经没机会 我们就索性放开了 2018年宣布 不再限制汽车外资持股比例 为50% 开心的宝马 递客砸下 260亿收购了华晨持有的25% 华晨宝马股份 地主家的傻儿子 一锤子就被赶蒙了 而像新能源车 这种给我们弯道超车机会的行业 则花大力气扶持 2009年 政府宣布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0年开始 提供财政补贴 在补贴基地下 2015年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与欧美比占绝对领先地位 但与之前过度保护 以至最生出 躺着挣钱的傻儿子不同 取得领先后 我们从2017年开始 补贴政策一年一条 补贴门槛不断提高 并且宣布在2020年后 全部退出 与此同时 更刺激的是主动引劳入市 于2017年6月 敲定了特斯拉落户上海南汇 给电动车市场 引入一条鲶鱼 特斯拉入局 当时给很多人吓坏了 预言马斯克 必带着Model 3进来 把一众国产电动车品牌冲烂了 但几年下来 事实胜于雄变 特斯拉进入中国后 几乎进行了骨折式 腰斩式降价 但蔚来 小鹏 理想等 过去一年产品销量 却逆时上涨 同时新能源车企 市值大增 特斯拉借助国产 一年上涨超10倍 蔚来一年上涨超15倍 理想小鹏 陆续在美股上市 种种数据表明 特斯拉进来 不是把市场独吞了 而是一起把蛋糕做大了 被冲垮的也有 是哪些遍布的新能源车企 像扶不起来的阿斗华晨 在新一轮竞争中 连新能源车的资质都没有拿到 于2020年11月30号宣告破产 华晨的破产说明一个事实 躺着挣钱的买伴们 好日子要到头了 开放2.0时代 是一个成千起后 全面调整 转折的时代 更加开放的市场 必然会倒逼改革 那些击中难返的国旗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摆在中国资本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是大浪逃杀 被拍在了沙滩上 要么就必须选择 走向星辰大海 这是中国开放 迈向3.0时代的野望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我们小心翼翼的 走过了合资时代 走过了2008年开始 被美国针对的 2.0转折时代 一直到2020年底 中欧投资协定 近乎全面开放的3.0时代 中国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决定向欧盟全面开放市场之前 我们用10年时间 扶持了以新能源车 为主体的制造业 用两年时间 整顿了金融市场 搞出来数字货币 这一切就是为了防止 欧洲强大的金融汽车行业 对我们进行降维打击 假如你手上 有一张一带一路地图 会发现 无论从哪里走 最后的终点都指向欧洲 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后 以封电为代表的中国 给出未来新能源答案的企业 将名正言顺地 进入欧洲市场 在当地投资建厂 同时 像中欧投资协定里提到的 假如欧洲的私立医院 开到中国市场 那普天系会不会被干趴下 欧盟银行服务到中国 我们的银行 还会不会只留一个窗口 让大家排个十米长队 中欧投资协定一旦落实 必定会汇集老百姓 同时 有活力的竞争市场 将带来更多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 有了完成阶级跃迁的机会 学过历史的朋友一定记得 15世纪末 一直从大西洋出发的船队 第一次绕过了好望角 开辟横渡大西洋 到达美洲 绕到非洲南端 到达印度的新航线 开辟了大航海时代 中欧投资协定 目前谈判已完成 只待签署正式协议 但这个过程不能确定 是否还会有变数 但能确定的是 只要最后签下来 我们彼此都将一起见证 这段历史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